美国总统拜登8月9日签署2022芯片与科技法案 根据白宫此前发布的概要 该法案将为美国半导体产业的研发、制造和劳动力发展提供527亿美元的资金 以及对半导体和设备制造25%的投资税收抵免等 其中390亿美元将直接用于制造业补贴 132亿美元用于研究和劳动力发展 5亿美元用在国际信息通信技术安全和半导体供应链活动上 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8日晚宣布将结束特朗普时期的留在墨西哥政策 这项政策要求寻求庇护者在法院审核申请期间必须在墨西哥等待 从特朗普在2019年1月推出这项政策 直到现任总统拜登在2021年1月上任的第一天暂停这项政策 履行竞选承诺 大约有7万名移民受到这项政策的约束 官方称之为移民保护协议 在拜登担任总统的最初几个月里 许多人被允许返回美国继续他们的案件 国土安全部表示 该计划存在地方性缺陷 造成不合理的人类代价 并将资源和人力从其他确保边境安全的优先行动中抽离 会以一种快速有序的方式解除禁令 那些出庭的移民在美国接受下一次听证时 不会被送回墨西哥 8月8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发布声明 称自己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住所 被联邦调查局FBI闯入搜证 知情人士透露 FBI的搜查是为了获取特朗普在离任时 可能违规带走的政府机密文件 在声明中 特朗普指出 历任总统从未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FBI甚至撬开了他的保险柜 他表示 自己本已与有关部门合作 配合其调查 这次搜查既没有必要也不适合 此前 特朗普曾被爆料多次将文件冲进马桶 堵塞白宫厕所 如证实此举违反总统记录法 对于总统文件和讯息保管的要求 据悉 特朗普本人在FBI闯入搜查时 并不在海湖庄园 美国爱荷华州一座谷歌资料中心8月8日中午发生电子事故 资料中心大楼附近的变电站发生电壶爆炸 导致当时在变电站工作的三名工作人员严重烧伤 值得注意的是 9日稍早 谷歌搜索引擎大当机 民众查询时出现错误视窗 目前尚不清楚两起事件之间是否有关 目前当局仍在调查爆炸原因 8月8日下午 一名休班的蒙特利公园市警察 在唐尼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内被枪杀 据唐尼警察局称 警方在下午3点25分左右接到报告 称Lakewood Boulevard 12070号有枪声 警官赶到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受到枪击 尽管他们对他进行了抢救 但他仍被宣布当场死亡 蒙特利公园警察局局长凯利·戈登说 他和他的部门周一晚上都处于哀悼之中 出于对调查的关切和对其家人隐私的尊重 他没有公布关于这名警官的任何信息 中国民航局于8月7日起 对国际定期客运航班熔断措施进行优化调整 调整后的熔断措施为 对确诊旅客人数达到5例的航空公司单一入境航班 当确诊旅客占比达到该航班入境旅客人数4% 暂停运行一周 当确诊旅客占比达到该航班入境旅客人数8% 暂停运行两周 熔断的航班量不得调整用于其他航线 相关政策将根据疫情形势和防控要求 适时做出必要调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